三、拍摄远近的选择。 景别。 当镜头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拍摄远近决定了景别的大小。 景别是指背摄主题和画面形象在画面当中所呈现出的大小和范围。 景别的变化引起视点的变化。 不同景别表现出不同的摄影意图,使画面更具有指向性, 形成画面内容表达的不同意境。 决定景别大小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拍摄的距离,二是镜头的焦距。 在镜头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拍摄距离的改变可使画面形象的大小产生改变。 距离缩近,则画面形象大而景别变小。 距离拉远,则画面形象缩小而景别变大。 在拍摄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变换镜头的焦距也可以实现景别的变化。 镜头焦距越长,景别越小。 镜头的焦距越短,景别就越大。 景别的范围,以镜头所涵盖的面积多少和被摄物体在画面当中所占的大小做划分标准。 一般以成年人的身高作为划分景别的依据。 如果被摄主体是物,则以物为准。 景别大致上可以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就是我们常说的远全中近特。 我们先看远景。 远景是摄取远距离景物和人物的一种画面。 远景可以使画面呈现广阔深远的景象,以展示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或环境气氛。 远景适于表现规模浩大的场景或人物的活动,在展示空间和渲染气势磅礴的宏伟场面上,是其他景别无法避拟的。 在远景当中,人物在画幅当中的大小通常不超过画幅高度的一半,甚至更小,用来表现开阔的场面或广阔的空间,因此这样的画面在视觉感受上更加辽阔深远,一般用来表现开阔的场景或远处的人物。 二,全景。全景是用来表现场景的全貌与人物的全身,适当地带有环境的画面,用来展现人物之间、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全景的画面活动范围较大,人物的体型、衣着的打扮、身份的表现都比较清楚,因此全景画面比远景有更加明显的主题和明确的指向性, 能够全面地阐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通过特定的环境来表现特定的人物,更能展示出人物的行为和动作。 全景画面当中包含整个人物的形貌,既不像远景那样由于细节过小而不能很好地进行观察,又不像中景近景画面那样不能够展示人物全身的动作形态, 在叙事、抒情和阐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的功能上起到独特的作用。 在全景当中,需要注意被摄体的完整性和所处环境的特点,注意环境气氛对于主题的烘托和陪衬。 3. 中景 中景是拍摄物体的部分画面的景别,介于全景和近景之间。 中景包容景物的范围有所缩小,环境处于次要的地位,是表现成年人膝盖以上的部位或场景局部的画面。 对拍摄人物而言,重点在于表现人物的主要动作,擅长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偏重于动作姿势和人物情感的交流。 中景画面为叙事性的景别,因此中景在摄影作品当中占的比例比重很大。 处理中景画面,要注意避免直线条式的死板的构图,拍摄角度,姿势要讲究,避免构图的单一死板。 人物中,中景要注意掌握分寸,有七分身和五分身之分。 五分身是从腰部以上的部分画面,七分身则是从膝盖以上的部分画面。 在创作当中,我们有时把五分身的画面称为中近景或者半身镜头。 五,这种景别在一般情况下是以中景作为依据,充分考虑对人物神态的表现。 中景是叙事功能最强的一种景别,兼顾地表现人物之间,人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景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的身份、姿势等,表现多人时,也可以清晰地表现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近景。 近景是拍摄人物胸部以上或物体的局部的景别,近景对人物的神态或者是景物的局部面貌做细腻的刻画。 所以近景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物的细微的表情,传达的人物的景别,近景产生的接近感,往往给观众以比较深刻的印象。 近景中的环境退于次要的地位,画面的构图应该尽量地检练,避免杂乱的背景抢夺视线,因此采用长焦镜头去拍摄,利用景深小的特点来虚化背景。 人物近景画面,用人物局部背景或道具做前景,可以增加画面的深度、层次和线条的结构。 近景人物一般只有一人做画面主题,其他人物往往作为陪体或前景来处理。 第五,特写。特写是画面的下边框,在成人的肩部以上的头像,或者是其他背摄对象的局部,称为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时,背摄对象充满画面,比近景更加接近观众。 特写镜头提示信息,营造悬念,能细微地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刻画人物,产生特殊的视觉感受。 特写主要用来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背景处于次要的位置,甚至消失,给观众以强烈的印象。 由于特写画面视角最小,视距最近,画面的细节最突出,所以能够最好的表现对象的线条、质感、色彩等特征。 特写画面把物体的局部放大开来,并且在画面当中呈现这个单一的物体形态, 所以使观众不得不把视觉集中,近距离地仔细观察接受,有利于细致地对景物进行表现,也更容易被观众所重视和接受。 这个时候,环境完全处于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地位。 通过以上我们所讲,景别的运用要根据创作要求和表现意图而定, 适当地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具有表现力的景别,用来传达画面的信息,引起观众的共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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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